聂树彬案真凶发现者身患九种病,曾为此案失所,有往后余生更孤独郑成岳,聂树彬案平反后郑成岳,仿佛失去了生存动力,眼下身,患九种病的他躺在病床上,静静地面对孤独,能让医生给我来支度冷丁吗?郑成岳祈求到妻子没说话,表情木然,你说我还能活半年吗? 他又转头,问记者未得到回应后,放声大哭起来,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很少有谁知道,这位无法控制情绪的男人,就是聂树彬案的真凶发现者医生,说,郑成岳随时有危险谁也无法保证能给一个患有尿毒症,肾功能衰竭等九种病的人,延续生命住院三十多天,乐郑成岳,有点抗拒西药,他坚持喝着托人找关系。 才从北京求来的中药妻子知道那是为了省钱,经济上的窘迫早已让郑成岳的尊严崩塌,这个一直躲在孤独背后的男人,被数十万治疗费压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不是聂树彬,郑成岳可能继续安心当着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职位,或许更高可由于对聂案的执拗,他失去了所有彻底变成一个。 失败者是在2016年念案平反前后先是家中老人患病,为尽孝他们去找小额带借了三十万元,还不完全后,被公司起诉致辞县人民法院。 之后法院不仅查封正家房子,还冻结了他全部工资,至今连生活费都没发范位,此两个儿子仍未成家同时丢掉工作的妻子虽觉得悲凉但从不埋怨他知道,除了这一生郑成岳没有别的时间了干枯的生命。 58岁的郑成岳,走起路来慢慢吞吞,向年过八旬的老者9月27日他去检查时,腹中肌业已有8.8厘米在家中休克几次,吐了三天后无奈住进广平县人民医院9楼,那三棵病区的7号房医生也束手无策,现在他把全部治疗希望寄托在北京寄来的中药上。 据说那医生曾给领导人看过病,郑成岳拖着病体,找到他该医生只用不到五分钟,进行了诊断,最后开出几十副中药,说回家喝了就好价格虽不便宜,但比西医治疗花费少很多。 郑成岳决定用廉价方式,挽救自己妻子,把煎药砂锅拿到病房一天衣服,衣服喝两次,不过喝了二十多伏后,也没见效严重的肾病,让郑成岳不敢多喝水。 现在平躺都不行害怕肌液会涌向心脏,即便如此他的肚子越来越大,刚入院时体重一百二十斤,现在快到一百四十斤了眼下。 郑成岳基干指数是七百四十二基干指标三五个阶段,正常值,为五十三到一百一十五,超过七零七属尿毒症期。 他在七百多数值已持续了一年多其实尿毒症患者能通过透析延续生命,但正常岳还有脑梗塞,二型疼尿病,高血压三级等每一项都能随时致命,病情迅速恶化让其疼痛难忍。 在黄虚胖,的面旁,与他未溺暗,奔走时的硬汗形象相差甚远。 医生每次劝之心去透析时正常岳,总是疼色结果就是身体每况愈下,连说话都变得吃力血压。 最近都在190在他这个年龄超过137都是不正常。 一个多月来着间每天120元的病房常传出他撕心裂肺的喊叫妻子慌着叫医生,却被郑成岳大声呵斥,北京都治不了别说这儿,了大部分是死路一条。 住院后郑成岳的脾气越来越糟,家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使其平静。 医生力行的友善提醒,只会让他更加低落性格温婉的妻子从不生气。 他知道丈夫是个好人,实际上住院这一个来月是夫妻二人连续相处较长的日子。 在公安局上班时郑成岳整日整夜办案,几乎没回过家为照顾他妻子拿来店饭锅,但郑成岳只能少量吃些留食。 妻子明知这些10月5日中午还是花29.5元,买来一只他爱吃的烤鸭,郑成岳看都没看一眼朋友带来的烧鸡。 在床头也放了好几天,吃什么都没味儿,喝水都是苦的饮食受限。 后郑成岳阴隐却没下去医生一再叮嘱不能抽烟。 可只要有朋友去都会主动要上一只有时猛抽几口有时看着他然完除此之外,没什么能让他提起精神。 我脑子钻大病理去了在郑成岳。 看来自己只不过是众多中年病患的一个翻版,无论之前做过什么,现在只剩下干枯的生命。 以父之名,58年来郑成岳没过几天好日子好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对面案如此执着记者。 再次提及时他足足哭了三分钟受父亲影响,因为早年间他父亲莫名入狱犯罪证据,仅仅是一名八岁男童的证言。 小孩的话怎么能当有罪证据使用,郑成岳坦沉着给他童年留下了阴影那时,他暗暗发誓如果有机会,自己一定要主持正义并且该经历使郑成岳对口供证据充满畏惧后气孽案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 就基于这哥罗吉父亲出世后,郑成岳跟奶奶回农村生活,那个年代一个犯人的儿子是抬不起头的更多时候他在孤独中度过每次到监狱看父亲父亲总让他好好学习,有机会替其申冤。 在渺茫的希望中直到郑成岳18岁父亲才得以招雪深渊的日子,让他能深切体会到涅加仁的痛苦父亲平反。 那年12月郑成岳应征到新疆塔城当兵,他和很多人坐在闷罐车中,行驶了一个多星期后,才到达目的地。 部队领导看他脚底宽大,跑得快就将其分到边防当侦查边四年重新生活同样孤独,但锻炼了郑成岳坚强的性格以及高于常人的应变能力,转变回到老家邯郸广平县的他,在人民银行当了宝。 为干部工作虽安稳对郑成岳来说,却显得一场孤独一眼望到老的人生,让他困惑不与银行有金库所以常和公安打交道。 郑成岳的郑成岳逐渐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在银行工作第十年,他产生了到大学进修的念头,如果不是这段开始,他今生不会与念案产生交集。 1993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郑成岳考进中国政法大学成人法律大专班,读书期间这个河北一个小县城来的大龄学生比任何人都努力读书第二年。 石家庄是业押建厂女工康某,被杀凶手却定为聂树斌,在几百公里外上学的郑成岳,并不知此事。 1995年,毕业后的郑成岳回到广平县,那时公安队伍及缺专业人才,持有大专学历,得他顺利成为一名刑警。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与其有关的大事,首先是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其次是广平县南四郎过村哭姐妹,发现一具被奸杀的女师兄首席王淑金。 这是郑成岳接触的首起命案,王淑金外逃的十年间郑成岳破获多起弹案。 在涅案没公布于事之前郑成岳已成为警戒名人仅仅三年,他就被破格提升。 为副局长,后来还获得河北省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连续十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行政工作者。 除吕霍荣域外燕罩刑警电视剧,祖海找到他这部三十集的电视剧。 以每两集为一个单元讲述一个案情其中一单,原就是以郑成岳破获的广平车匪录罢案。 为原型拍摄目前很多视频网站仍能观看,傅贤的副局长。 2005年郑成岳,从景第十年,河南行阳警方排查流动人口时,有人举报了王淑金。 因王淑金连续多年,没离开专场平时一听到警车响,就往玉米地里钻大家,觉得可一再行洋事。 索河路,派出所时王淑金自称叫王勇军,并编造了虚假户籍地址。 河南警方几经落实最终将电话打到广平县公安局,郑成岳恰巧接了电话尽管使用假名字。 郑成岳仍确认了他的体貌特征,并叫出了王淑金的名字。 后来,他连夜赶到河南江王带回河北彼时。 仍不知道这与聂树兵案有关,回河北途中郑成岳,给王淑金买了一只烧鸡,并亲手为了他王淑金大为感动。 证据要是我哥哥从小对我这样,不至于走到今天王淑金自小,由哥哥管教常常被殴打。 所以,他的童年在悲愤中度过只断断续续。 上了两年小学的他成年后出现变态心理,不过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 王淑金,使他开口便问,我哥现在怎么样? 律师很诧异询问后,才得知他口中低歌指的是郑成岳归案后。 王淑金交代了杀害四个人的经过郑成岳惊奇的发现,其中尽包括石家庄康某被杀案。 郑成岳不敢放松毕竟所谓真凶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十年对所。 有证据核查后,他坚信聂树斌被错杀,而起初郑成岳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吴国后才开始向媒体披露,2005年3月15日,一二两兄谁是真凶报道出炉。 郑成岳没想到这个举动影响了他的余生,当年8月6日先是一个叫田兰的人举报郑成岳,说他是特大犯罪分子依仗职权半皮包公司需开巨额增值税发票,并制造竖起冤案。 此后有关他的举报与恐吓从未停止郑成岳说,田兰元是邯郸市从台区公安局民警,2002年,依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诈骗罪被判刑,这是他主办的案件。 因此对其怀恨在心位置,有关部门专门派了调查组对郑成岳进行六个月调查,却没发现问题,2009年郑成岳得到通知,不再担任副局长理由是给年轻人让路,并收了办公室直到今天。 官方也没正式宣布,他被免职警察资格也未取消甚至连退休手续都没办,一直复闲离开办公室,时他心情差,到极点从警期间他以单位为家。 两个儿子小时候都不认识他有一次回家孩子,问他们的母亲,那个穿警服的男人是谁? 因为郑成岳儿子成年后也遭遇不公平对待,2012年郑成岳的大儿子从河北大学毕业,报考了廊房乡和国税局比试,第一的他却没被录用,二儿子读书期间也常遭到陌生人殴打,郑成岳的压力也开始被增。 2014年,聂树斌案交到山东高院复查前后,时任河北省盟领导直接将案件矛头对准郑成岳,并先后多次下达指示对其进行打击报复,郑成岳没被击溃,并从2016年3月开始多次去聂树斌家,以及原来工作的地方,希望能再搜集些材料。 当年4月16日前述谋领导,被中纪委宣布落马年底,聂树斌被改判无罪聂家人最终拿到268万元国家赔偿,余生孤独与聂树斌正式产生交集的十来年正成岳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2015年岳母生并没嫌一致,妻子向邯丹市码头生态工业城的金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贷款30万。 用于治病,由于他未能按时还款公司将其起诉正成岳说,负责审理慈爱的慈县人民法院伪告先自。 宋达判局书并在2016年,冻结他全部工资至今,按照法律规定扣押被执行人工资时,应当预留生活费为维持生计。 这位默工作的警察只好去北京几家律师事务所帮忙,但这种临时性工作,很难保证他的正常生活有时,只能靠借钱维持。 近日慈县人民法院人士反馈说,他们一直等正成岳提出申请,只要申请就会给生活费正成岳却称。 自己去了多次总找不到正经办事的人,至于伪道签字一事,该院表示谁签字并不中,要由于这次贷款正成岳的爱人,也失去了银行信贷部经理职务讲到这个细节。 他也气不成声记者探访那家,小额带公司,时发现其已经关门,门上还贴着济南新区金融办的监督举报电话。 病房内,正成岳对贷款知识耿耿于怀,面案平反后他仿佛失去了生存动力,所以将很多精力,集中到与慈信法院的较量上。 一个月来看望他的人有相识的朋友,也有慕名而来的陌生人两个福建新游的年轻人,开了两天两夜的车,专门来看望正成岳。 正成岳变得越来越爱哭,随便回忆一件事,都能将泪线打开起初,他还有所收敛。 随着病情恶化泪水随处可见不过,仍有人抱着求助目的,去看他正成岳毫不回避他通过电话,一件一件帮其解决。 11月5日,有个男孩到病房推销按摩器,这个三无产品售价150元正成岳,赶紧让妻子买下来。 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容易,妻子说正成岳的性格坚毅又柔软,他不怕陷害,却害怕突然而来的无力感。 有人找他就觉得自己还有用,现在正成岳,喜欢向每个人讲述过往。 从军经历频率最高这几天,他让妻子找来从军时的戎装照片放在头顶位置。 照片中正成岳穿着85式金装腰间配枪双手倒背,昂首挺胸目光自信照片下,他满脸苍容,爱声叹气,甚至连下床都须人搀扶他讨厌周边人,不停地讲话,却又害怕身边无人。 正成岳觉得自己最荣耀的时刻是聂树兵案平反后,被邀请去中国政法大学讲课,这位曾意气风发的成人大专生,从未想过能赞母校给众多博士、教授以及专家授课。 每每这样妻子总安静地坐在角落,看着丈夫这种孤独感无人能够体会。 正成岳似乎预感到什么他认真和每个人打招呼,讲过往,说再见最近,他每天都给记者转发微信妻子说,他是想让大家知道,自己还活着永远记不倒。